大家好,我是尹燕 很多朋友在买了漂亮的肉肉之后 都在寻找着 什么样的花盆最合适、最漂亮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 无处不在的都是花盆 比如说我今天就发现了一个新的花盆 看见没有 这是小雨的那个四轮刀 那个脚滑车 就是这种小车车 你看它这个坐垫不在了 坐垫我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反正就不在了 我今天准备来把它种上花 种上多肉 走吧,我们一起来给它种上 其实只要我们细心发现 生活中花盆真的很多很多 来,我们先把它车车种上 这个里面是营养土和原土 我们现在给它加点颗粒 在这里面越见的话 它会比较利于海水 好了,我们图弄好了 我们现在就来选花吧 因为这个车不是很高 所以说我想要给它选一些 就是矮一点的 不要长太高的 因为它不像大厦轮车 可以垂掉下来 这一盆吧,这一盆很漂亮 还嫌弃呢 我怎么发现我好多多肉 都是容易长杆子的 这一盆吧 安娜哲维尔玫瑰 这个粉粉的也蛮好看的 这个 还有这一盆南鸟 南鸟也不容易长杆子 这个长杆子 那个车太小了 我们再来一盆小一点的火季吧 火季给它配在旁边 但冬天的时候是红色的 肯定也漂亮 好了,先选了这试盘 因为那个车有限制 所以就不能选太多了 我们先来种这一棵最大的 大的,因为这样的地方会比较多一些 让它松动一下 捏一捏 哇哦 因为夏季嘛 夏季我们换那个盆的时候 就不要给它脱土了 脱土的话很容易就是伤到根系 而且富汗很难 嗯 嗯 这个不容易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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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弟弟他们在楼上一起玩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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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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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抽 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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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不吝点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